大家好,歡迎收看《錄音廠檔》這個節目 這個星期日在沙田馬場 將會上映香港馬桂下半季來說 最重要的賽日就是冠軍賽馬日 有三場國際級賽會上映 1200、1600和2000都會有 以往1600就會拿來跑 但是在這兩年開始組合成一個冠軍賽馬日 可以說有很多好馬混雜 我們最開心是可以迎接到很多外隊 來挑戰我們的港隊 今天為大家去分析的除了我之外 當然有我們的好朋友 阿佳,蔡俊佳和阿濤,黃晶濤 大家好 春季的國際賽 較可惜一來阿黃、美麗全城 外隊全部都怕了,變相對小馬 但其餘的兩場 其實外隊馬也有一點實力 沒錯,最開心是看到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漁龍署和澳洲那邊的農業部 溝通成功 今年你可以看到一些澳洲代表 來到香港跑,尤其是短途那一場 那個名氣也挺大 當然,我們看到聖雅勒勁 曾經贏過五場一級賽的馬匹 都可以這次來到香港 不過排位好像不太好 他在十隻馬中抽到一個十檔 過往來說,這場賽事排到最外檔的馬匹 表現都是一般的 但是他的實力是超級的 還有跑法反正都是被動在後面 就是追的,如果說 爭分奪秒排十檔,你會怕一點 沒錯 那些要放在前一點 但那兩者都抽到三檔和六檔 紅衣省省和爭分奪秒 小巨人四檔 其餘來說,大騰王上次贏過他們 就排了九檔 紐西蘭的代表,安素兒子在二檔 聖德威一檔,葉平胡之聲選擇 跑短途有五檔 永多華是另外一隻 澳洲的代表,就是七檔 而這個日本代表純尾化身 根本像是用武風排到八檔 不過說真的,我想大家注視的程度 都一定是聖雅勒勁 不是說我們講對馬不好 而是那隻馬實在太厲害了 不如這樣吧,我們做了一個訪問 跟廉馬斯,就是這個非德文的兒子 Sam,就談過,聽聽他怎麼說 我們認為他能夠開箱 那些多頭多的球員可能不可以 如果他只能夠開箱 那些我們知道他能夠 和他能夠開箱 那些五組一組 他會非常難打敗 但在意味著 那些是一個國際組一組 我們從家離開 還有店員知道這個走路 他們已經準備好 準備好 但我們的球員是好處 說真的,我又不是很擔心 因為報民也很了解我們香港的場地 現在是馬而已 他跑過這隻馬,很年輕的 出道初期,報民跑過兩次 兩次都上名的 不過這隻馬雖然贏了五項一級賽 但是往往受忽視之下跑得好 不同的一些很大名氣 譬如上多湖,出身也很受注目 他有一點不同的 但是他很厲害的 左轉右轉直路一級賽 全部搞定了 香港馬迷就有很多人都提醒他 會不會是上多湖的2.0 因為他跑法上面 也很遲的,比較避動一點 但是留意一件事 他跑一些軟硬地,突出街 接下來星期日香港的天氣 可能有變化 如果有變化,就適合他 看回他在史密夫錦標 4月初的賽事 如果你說他這場贏下去的姿態 絕對是夠說服力的 他二、三名再出傳靈錦標 女一、二名回來的 這裡紅色,生著紅搭時 也曾經是澳洲很頂級的短圖馬 你看到完全都不能替身 不過裏面那一隻 俄斯邦布魯其實長期都在大賽中 連續跑了很多場第二 不過他贏到掉了的話 我也相信他在香港是絕對有一戰之力的 但是你說另外一隻澳洲代表如何呢 永多華其實就在實力方面好像有點不及 對,開始前了一點 就是有前腿後腿不能輸行 這個擔心一點的 還有他在杜拜剛剛那一場賽事 其實賣不到新的 如果用衛南海角來香港跑的指標 每個人都不夠跑 那來到杜拜輸這麼遠 為什麼要輸這麼遠呢? 看看影片吧 源頭在馬嵐中間 他也是藍衫 不過多了一個V在中間 深色一點 其實你說包上來的勢 不算真的很厲害 過往來說他曾經贏過的大賽 我們看到都是在一些比較小的場度 東進錦標 上面摩雅錦標 摩雅錦 就是寫滿零錮而已 是嗎? 回到來 其實不要說頭馬 其實二三明那兩隻 美國馬都好像賣不到身 我就有點失望 其實都是捱著回來的 一些都不是很好的走勢 這幾招的神貨裡面 你看到他都有一些慢度的功夫 但是出來的情緒 各樣東西 就不算很安穩 就是出來都不斷周圍看 可能對環境也有些陌生有些影響 但是你說現在到了現階段 是一個最銳的階段 跟一堆這樣的香港代表 甚至乎就是阿勒勁夠不夠跑 似乎他的實力水平就低一點 他贏一級賽可能比較少 但是另外一匹紐西蘭馬 好像經常都贏一級賽 每年都肯定贏一場 電報讓賽 對 安素而止 今年他又再衛免電報讓賽 但是其實贏下來有沒有說服力 或者你覺得他去到什麼階段 我自己覺得他在香港可能二三筆賽 都很足夠 我想馬就算是 老實說來到香港 即是插班 二班也不夠跑 你知道紐西蘭一級上軍 很多來香港 尼雲經典賽最好指標 來到香港也是三班 紐西蘭短途水準 真的拼低一點 沒得說 你叫他贏起來 又不是贏得都脫掉了 就是剛剛好 除非一件事 你說地很爛的話 就有些機會 因為他兩年的電報讓賽 都是碰到一些很變化的地 他一跑回一些好一點的地 就完全不夠跑 而且右轉經驗也比較少 這一點是最值得大家去擔心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本隊 主隊那麼一堆強勢在這裡 紅衣星神、爭紛奪廟、大騰王 全部在上一隻短途錦標 就撐過來 但當時因為馬小 那兩隻擂台等 好像你又看著我 又看著你 就被一個黃雀在後 都被擒了他們 最慘的是近日頭起步慢了 沒有一個遮擋 紅衣星神就被迫走 爭紛奪廟也跑了自己 他只是盯著你 那你們鬥完一輪 當時是讓著五磅 這幾步大騰王上來 其實大騰王這場加了眼罩 縮情效果也好 有時都是這樣的 縮情賺下吸數能力 還有關鍵就是剛才提到 出閘不久 那隻近日騰王放不了 頭段就有幾萬的步速 但是第二段 你看到紅衣星神 還有一個比較快的胚醒 然後就徵復對表 又要拍著上來 變了兩匹馬 第二段有些鬥消的感覺 縮起來和他鬥敗一段 就對大騰王 不過就在星期五的早上 蓮馬斯羅庫泉就在記者會上 透露馬的右前提甲 有一點點問題 現在釘甲將正在處理 但是也要密切留意著他的情況 跑到正確的水準 故自然是能夠贏得了這群對手 紅衣星神過往兩屆都跑第二 真正在短片上架上 希望這兩筆主隊能夠今次的寶藏 當然澳洲就是聖雅拉徑也挺厲害的 既然是這樣 我們大家先去選自己提供 我看看街上也已經說得出口了 對 聖雅拉徑也要選擇的 雖然第一次過來這邊跑 但是你看看這隻馬 在澳洲 你無論在昆士蘭 南澳洲 麥爾本 適利他都會贏的 就是說他的馬 旅行坐車 應該都問題不大 雖然今次坐飛機過來 但是以他的級數 就當必 始終都是 這隻馬都要先拚 對 級數能力 我想都真的比較高一點 也都很開心 看到一些海外的代表 真的在短途裡面 跟香港馬挑戰一下 但是香港馬來講 都選了一隻爭分斷秒 畢竟其實他真的沒脫過前三名 是很準的馬來的 你說體力上是否撐得住 蔡漢的馬 就相信他這一局 還撐得住 因為桂萊也真的連搏了很多場 既然這樣 紅衣省省去繞回他 其實看到三隻高分馬 我們都要了 因為除了他們三隻之外 四號馬 應該是比他們低成四分開外的馬 我相信在平榜賽 高分馬有一點好處 希望他的健康沒有什麼問題 好了 講完主席短途獎 是時候要講講 另外一場就是冠軍一里賽 我也很相信 其實我們不需要穿太多 因為來來去 都是這一堆的本地馬 那些檔位可能有點不同了 這次美麗傳承 抽到二檔 還好跑 在他內側就是醒目明驅 以其用兵 在外側去到七檔 而四歸旺 有報民跑 在六檔 精明才子三檔 升州司令五檔 另外跳出香港就是四檔 其實看完排位表之後 一定要聽就是 列馬斯約翰邦雅的訪問 到底他有沒有信心這隻馬 可以打破到你香港 單櫃頭馬紀錄呢 聽聽怎麼說 這季度已經被影響了五、六回合 他的工作人員的反應是他維持了姿勢 我以為所有事情都在計劃 明天他會再贏 聽大摩這樣說,我想大家都放心吧 他都說到可以贏了 有很多朋友說抽什麼檔沒所謂 像7檔、8檔、14檔都可以贏 你看貴內贏的姿態好像都沒得跑 現在有任務再生 當然一季八邊是否能做到 破冷紀錄獎金是否能做到 如果這場是順利成功 就完成了 你看到那些對手 其實很多隻上次也碰過頭 很多隻都嘗試去賣身 是否能賣一賣 只要還是能回賣 他們已經是一場 主席金標這場 最近這場也是一場熱身賽 幾乎都在道理 二旗用兵跳出香港在埋難 中間淺藍寶就是星洲司令 四季旺這場追下去就好像失望 不過美麗傳承 回來潘頓有很多故事 又說他對面有型頭風 又說很難跑 又要怎麼克服 有個猜 找些事情出來說 很多事情要說 結果回來又是輕鬆贏 也很相信這場 再對他平榜 我看不到有反先的本錢 因為後面上來 將會跑長一點的路程 那隻英雄 也是鬥爆一段 你看見他的這樣的姿態 也在跑法上 你不要忘記 他貴初階段 出閘慢了 就算留在後面 也可以突然中段走上來 基本上什麼跑法都有 這些是把王立法復法 其實說多無謂 就是選擇 那些背腳 哪隻可以差二、三名 好像大家說實際一點 有哪隻會比較好 大家覺得香港的對手 其實我看上去 我有點害怕 就是二期用兵 其實已經用得比較多 對 因為他今季始終是拼下去 一而再撐過 未來傳承是近 近完之後 上次突然之間失準 我就不相信是迎頭風的影響 所以來說 我自己會覺得 可能有些 之前幾場未特別用過力 可能會好一點也不定 看看阿佳有沒有哪隻 覺得可以撐一下 其實我覺得整個季去進程 很多馬都用了很多力 四季往今季很失望 就是投了那些賽事 好像完全都跑不回 上次叫做外檔 稍追 終點前稍追 這次有報名 就是看看是否跑了 本身是董事保養軍上屆 有些能力 而今季拼搏真的不多 希望在季尾 逐步逐步回用 都是希望近一點 就是讓報名盡力而為 剛才聽完大摩的訪問 都對美麗傳承 就很有信心 希望真的可以破這個紀錄 贏了獎金王 過這個爆冷紀錄 看看跑完這場 會不會出去遠征 我自己就會喜歡升州司令 其實你看回他上一季 他拿著在四歲系列 拼搏了那麼多場 都尚且在這場賽事裡面 能夠跑得接近 還有當日他沿途跟前 沒有什麼遮擋 都可以能夠跑得好的話 今年其實他的拼搏 是更加有道 上一次其實在我心目中 他隔了一個半年才出來跑 可能是要再踏一場 才會好些 回到來都是輸兩個馬位左右 我想這次他跟美麗傳承 他的距離可能都差不多 未必足以贏 但是你為贏另外的五隻馬 他會有些機會 其實貴初已經是 最近美麗傳承 跑到二回來了 沒錯 那時候半個馬位 也贏到英雄南巴基之星 沒錯 兩場大賽我們先說到這裡 回到第二節 我們會說重頭戲的女王杯